草存山公利用原本的图书馆 注入相当丰富的艺术作品 让学生不仅可以一边看出 也能一边欣赏艺术作品 校长也希望能够激励学生展现长才 我们希望虽然是职业学校 学生学工科学商科 在他的专业领域方面在发展 但是在整个人的艺术里面 各方面的这个需求 还有这个学习是相当必要的 艺术方面能够提升 大家对这方面的这个兴趣 当然日后希望随时我们有 学生老师好的作品能展示出来 让全校大家能够看到 对学生的这个一种鼓励 家长也很肯定学校的用心 让学生能有展现的舞台 借此增进学生间的艺术氛围 草存山公虽然是职业学校 但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能文能武 校长主任老师们都很用心 来成立这个艺文展示 让大家有机会把自己 有两个作品拿来这边展览 激励同学们的艺术气息 先原料只要肯定草存山公校长的用心 让学生可以展现自己的作品 也能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艺术气息 草商的一个图书馆 特别开放一个小区块 来做一个给学生作品的一个展览室 用提供给学生一个更多元的一个学习 除了我们在图书馆里面 来做阅读之外 各个学生在那边展现的他们的一个作品 把图书馆更多元的一个利用 我想这个是也我们给予最高的一个肯定跟支持 希望在艺文展览室的成立之后 可以让学生在轻松学习的情况下读书 也让学生们能够增加艺术气息 记者永胜草屯采访报导